大家好,像茶花呀,这种呢,喜欢栓性土壤的花卉呀 如果它的盆土呢,成性碱性化 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呢,它出现叶片发黄或者是不开花 就算是开了花,这个花苞呢,也特别容易掉落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盆土成栓性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可以给它用上一点栓性肥 栓性肥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上这种橘子皮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些有机肥 这种肥也特别适合茶花的生长 但是使用这种肥呢,是有一个缺点的 因为它是需要发酵的 发酵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 有些呢,可能要一到两个月 长一点的呢,可能要三四个月 可能有些花也等不起 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种特别简单、方便又快捷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用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它是可以改善土壤的酸井性 而且它里面铁元素可以增加植物的这个叶绿素 让它的叶片呢,更加的油绿有光泽 那么这个硫酸亚铁我们怎么用呢? 其实只要取上一颗硫酸亚铁 兑上500毫升的清水 然后直接浇灌到它的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它呀,放在这个喷壶里面 喷洒这个茶花的叶片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呢,使用这个喷洒叶片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第二天清晨的时候呢 就拿这个喷壶再装点清水啊 给它喷洒一个叶片 把叶片上残留的这个药物呢,给它清洗干净 以免第二天呢,它晒太阳 这个太阳呢,会把叶面上残留的这个药物啊 晒到之后,导致这个叶片上出现一些斑点啊 黄斑黑斑之类的 而且啊,使用这个硫酸亚铁呢 不仅说非常的方便 而且啊,我们呢,不用经常使用 一般呢,一年呢,给它用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就能够满足茶花的需求了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